因為我們人,是一個地球北極南極,是不是有一個磁場這樣 我們人是他的縮小的 所以我們人,從上面下面也有一個磁場這樣子 那意思是說,我們的這邊是右邊是正極 左邊是負極 這樣的情況的話,他一個波動是這樣的情況 那我也是正,所以我正的話,因為我老波可以慢慢 阿華波,西大波,我瞬間可以切到西大波 我可以感應,好,我已經給你感應,你的右邊是正極,是正常的 那你的左邊是需要提升的,也是正極,應該是負財隊 所以代表你的心臟這邊,是有一點雜質或者阻塞 所以說那個氣場本來要這樣子的,你現在是這樣子的 那手臂就代表後面,那我看看你的手臂 我看你的手臂,我復合了 我再歸零一次,好,我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我測了三次 因為要確認,你後面的氣場本來要這樣子的 但你現在是有阻塞的,是逆轉的 代表說,你可能這樣,可能那樣,或是兩個都有 代表你可能會時常腰痠變痛,因為有阻塞嘛 或者是說,你沒有腰痠變痛,可能就是器官 那器官有什麼,就是腎臟,然後其他的腺體 或是兩個都有,這樣可以簡單的判別它 好,那這個是我們的四個急性,從百慧穴 花四等份,就大概跟講,變成你的三個急性是要加強的 一個急性是OK的,好 那另外等於說,我們有氣輪,有七個輪脈 就是跟戶外手互動的輪脈 譬如說你的第七輪是OK的,很好 第六輪是OK的,很棒 上面的氣,上面的氣,OK 再來,OK,五六七,五六七,都OK的 所以你宇宙給你一個錘子能量,都有進到你的身體 那海底輪就是最底下這一輪,底下這邊OK的,很好 那單田這一輪是要加強的 那第三輪是OK的,那第四輪是OK的 那我剛才談到七個輪脈,你有六個輪脈是OK的 沒有,通暢的,那哪一個輪脈,我剛才探測到了 就是你的單田,你的腹部 那腹部的話,可能我們年紀大了 我們婦科,或怎麼樣,或肚子,這邊的食堂有阻塞 或者是說阻塞的話,那才有產生那一些的毛病 是這樣一個情況 那簡單的,從這樣可以知道說ROF 那我們的量子儀器 也可以 照這個方式打出頻率,然後緩射回來 有標準0分到100分,可以告訴我是怎麼樣狀況 那這個是叫量子儀器 那知道這個資訊有怎麼辦 也可以打出正常的波動,然後進去互動以後 然後也會,叫做調整回來 回復到正常,也叫做療癒 那這個是我們叫量子儀器 那從這樣一個能量測量啊 從這樣一個自然法則啊 就可以應用到我們的農業,或是醫學 那這個測量學,譬如說李轉來講 是在全世界很共通的喔 因為全世界有20萬名這個測量探測師 探測師,因為他們都用到探測水源,探測礦物 但是像我用到醫學,用到農業,比較少人去應用 因為就是應用它的叫做陰陽 因為自然是一個銳智 但是,沒辦法用語言告訴你 只有用權宜之計,用陰陽正負,正磁場效應,副磁場效應 正離子、副離子,這個要搞清楚,對人有沒有幫助 譬如說有很多的醫生,他學到二開,不是開大就開藥 但是他講說,我開藥給你的時候,治好你一個症狀喔 但是又了又了三個小問題 那小問題又沒有問題 所以說我們,除了我們要請他醫生幫忙以外 但是也要自己來懂養生、學養生,做自己的好醫生 就是如何應用一些自然的方法,讓自己更健康 更有活力,謝謝各位 謝謝 你剛剛說的儀器,我剛剛沒看到你拿儀器 你本人就是儀器嗎? 我本人就是可以,我的儀器還比較準確 因為儀器差不多八九成的準確性 我已經探測到99%左右 因為我的探測,因為儀器有儀器的小偏差 但是一個醫生他能夠斷定症狀的話 有六成的話就是神醫了 那那個量子醫學也有七八成、八九成 也算是蠻不錯的一個補助的工具 那我不懂七輪裡面,我也六輪是OK的 只有一輪是有問題 但是你剛剛我說有四個向量 那只有一個降量是正常的 那怎麼會這樣操作 我用歐環測試 讓你 等一下你可以這樣 因為要用你的手 你來看看我講的是不是正確 那好 因為你有手拿東西 我要兩手都空空的才能夠 你要壓我的手 看我的手是不是 你用歐環 拉拉拉拉 你的手 等一下用 吳老師好不好 吳老師 對 請問你要一點時間 沒問題 我們這個幫你拿來 那你可以拿一下 我給你測試看看 是否讓你真正的了解 你的狀況好不好 好